我爸对我说 最喜欢你的婴儿肥了 直到今天 看见他手机我的备注竟然是 死胖子 老师把一条蠕虫放进一杯酒里 蠕虫死掉了 大家知道这证明了什么 这证明如果人喝了酒 肚皮里就不会有蠕虫 女儿问爸爸 爸 您和我妈是一见钟情吗 爸爸沉思了一会儿回答 一见哪行 你妈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少说也耗费了我十万多只见 让老公给儿子辅导作业 进去不几几分钟 一声怒吼伴随儿子的哭声传来 儿子一脸委屈 爸爸也不会做 他说给我一块钱 让我明天早点去学校抄同班同学的 还让我不要告诉你 我不肯 他就吼我 在游泳池细水 进旁一小萝莉 突然想放弃 没憋住 身后冒起一大串泡泡 进旁小萝莉挖的一声哭了 边哭边喊 妈妈 妈妈 快跑 水开了 小偷拿着镊子夹钱包 那人迅速抓住了他 小偷说 大哥 你反应也太快了吧 那人说 你量着我了不说 还嫁我大了 室友是个婴儿肥型的 晚上睡觉脚被蚊子钉了 军训的时候 只能脱了鞋坐在一旁 辅导员文训前来看到一只脚 差异地问 这脚怎么肿成这样了 姑娘弱弱地挪过另外一只 老师 是这只 老婆很少打扮 表直要结婚 她就做了头发 然后又去美容 中午我接女儿放学回家 女儿看到喊 爸 有个漂亮的阿姨找你 你们有事快点说 我妈快回来了 我边拖地边说 老公 不公平 擦完地 我要谴责你 结果她说 你说啥 钱归走我 那你快点拖 我等着 老师 你想象一下 假如有恶棍追踪你 你该怎么办 想明 马上停止想象 老师 你们学习都不积极 谈对象那么积极 你们要把学习是做追对象 成绩也不至于这样 小明 老师你未婚吧 你一次性追九个对象 我看看 女友上街买衣服 一回来就气呼呼说 买衣服的竟然说我没有腰 男友连忙劝他 别听那人胡说 你脑袋下面不都是腰吗 老妈和我躺在沙发上吃零食 老爸走过来就训了我一顿 我说 老妈也在吃 你为什么不说他 老爸 你妈在胖都有我要的 你呢 大学经常点外卖 毕业了外卖小哥 他说有些话想对我说 难道他要对我表白 他说 以后少吃点 这两年我是看着你长胖的 我问学霸 你是如何让哈佛大学免费录取你的 他想了好久 首先 你要谢绝清华 北大对你发出的邀请才行 某天合议阿哥去进餐 看见服务员不时地挠屁股 阿哥就问 有痴疮吗 服务员 您能点菜谱上有的菜呢 同时一口下去 三明治就没了四分之三 这时他二货老婆说 你如果是女人 估计男人都喜欢你 在米线店进餐 上得很慢 我很饿 终于按耐不住 拍桌怒吼 老板 再不上米线我就把桌子吃了 全店沉默三秒后爆笑 女友说 老板娘兄都露出来了 男友一转头 突然觉得一股杀气 女佣冷笑 大吗 白吗 男友连忙说 我哪里知道 没看到 侄子特皮 今天向他妈哭诉 老师打我了 嫂子 这老师太过分了 明天去会会他 侄子 还是老妈好 嫂子 让他打狠点 太轻了不长记性 我问老妈 如果我要跟外国人结婚 你会怎样 我妈仔细地看了看我 说 你要是能嫁出去 别说外国人 外星人都行 老板过生日 破例让雇员去喝酒 而且上的是好酒茅台 听说一瓶上千元 同聊小心翼翼地掀开看看瓶盖 我开玩笑 喊了一声 再来一瓶 话音刚落 服务员急忙又掀开一瓶茅台送了上来 并逼有礼地说 你们的酒 老板的脸当时差点绿了 让女儿去买十斤礼 结果回来一称 只有酒精 于是质问 你怎么能够缺金短两 贪贩满脸无辜地说 我没有缺金短两 你撑过你的孩子没有 地铁人挤人 一难题煎饼 煎饼一直烫我屁股 真受不了 后来我默默地放了个屁 一老头乘公交 途中问 高潮到了没 一会儿他又问 高潮到了没 售票员说 急什么 高潮到了我会叫的 吃完饭闺蜜说 你衬衫扣子掉了 第一反应连忙捂着胸口 往下看 谁知闺蜜翻了个大白眼 你想多了 是肚皮上的扣子 夫妻看电影 落幕时 老婆说 有超能力就是牛逼 老公在我心里也是超级英雄 老公说 是哪个超级英雄 他说 闪电侠 女神 求求你对我说句晚安好吗 早安 午安都行啊 跪安吧 学生 医生拿着我的报告单说 幸好你来得早啊 我惊出一身冷汗 医生不慌不忙地说道 再晚点 我就下班了 哈哈哈哈 今天与一帅哥共进午餐 不当心碰到了他的腿 于是我有意无意地摩擦 直到吃完他站起来走了 我才发现那是桌子腿 哈哈 在公司不顺心 跟老婆说 不干了 辞职回家全职服侍你得了 老婆来了句 你长得不咋地 活也不咋地 还想吃软饭呢 哈哈哈哈 丈夫不小心打破了一个碗说 没想到会发生地震 说住 丈夫又拿起了一个碗 但是 碗又滑到了地上 这下 丈夫红了脸说 怎么还有一阵 哈哈 我走在回家的路中 前面有个女的 我们都走得很慢 忽然她回过头说 你再不下手 我就到家了 哈哈 下班了 我把一女同事撞了一下 那女同事很矫情地说 没有三万 我不起来 我回了一句 我有好几一拳给你 女同事先答应了下来了 后来想想 哪里不对劲 然后疯狂地追着我来打 别人拉都拉不住 朋友的老婆 让我陪她去做体检 查出怀孕了 可是朋友当兵 走小半年了 朋友老婆脸上 没有一丝 波澜地跟我说 无论任何情况下 她知道了 我都会说 小朋友是你的 因为老丈人有关系 我进了一个公司当小组长 最近的天气特别热 每天中午吃完饭 以后就特别困 但是部门的经理就坐在我后面 我根本就不敢睡觉 今天实在是困得不行了 我灵机一动 用双手支着头 对着屏幕 洋装看文档 其实在睡觉 感觉特别的好 过了没几分钟 我就睡着了 这时 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了 经理的声音 不要再装了呀 电脑都出平保了 我猛然就被惊醒了 然后一点都不困了 下课玩手机正嗨 忽然有人拍我肩膀 我以为是女朋友 便亲了一口 结果是班主任 自从和女友分手后发觉 腰部酸了 腿部抽筋了 上午楼也不费劲了 清晨还能一注晴天了 上班也不打瞌睡了 卡里的钱又回来了 就连左右手都长肌肉了 一小姑娘总是 严帅 严帅 她喊我 我挺喜爱这昵称 每次都冲她笑一笑 今天我才感觉不妥 我是负责安装天棚的 和同事合租了套公寓 隔音不好 偏偏我女朋友 又比较激情 第一次待她过夜 第二天 同事就跟我抗议 我问她 那该怎么办 她叫可以 你叫不行 前几天 我发现一本日记 写着和隔壁偷情的事 我二话不说上去 给了我老婆一顿 最后发现 那日记是去年的 那时候我就是她隔壁 怎么说服老婆不拍婚纱照 你一个倒具有什么资格 叽叽歪歪的 配合好就是了 唐姐的婚礼有个小唐妹 眼泪哗哗的 她跟我说 唐哥 我两个姐 那么丑都嫁出去了 为啥就没人要我 上班时 桌子面对面的女同事 老用穿丝袜的腿蹭我 我实在受不了 给她买了平达克宁 帮老婆泡脚 她说加点盐 我就加了点 又加了些冰糖 醋 枸杞到盆里 你这和中医学的 不是 和我妈学的 你妈常常泡脚 我妈常常煮猪蹄 学院时 和室友去逛街 在精品店看到很多 雅致的小物件 室友挑了个 陨石形状的手机挂件 代表爱间如陨石 想送给心仪的女生 但是 女生谢绝了 因为女生说了一句话 把她后悔惨了 陨石都是脱离原油轨道 才能来到地球 是吧 这不就是出轨的意思吗 妹子今年刚考上大学 我说 高中没谈恋爱 到大学一定要谈 不然你的大学不完整 她回 谈了我就不完整了 庙会有人算命 就上去算了一挂 算命先生摸着我的手说 小青年 我看你今天面带桃花 必有姻缘呢 就这样 我跟老婆认识了 到见家长的那一天 我才知道算命的先生 就是我丈人 那天点外卖 送餐的是个女生 可能有点累了吧 敲了敲门说 哈啰 我是送外遇的 因为工作成因 要去一个陌生的小区找人 逛了一圈 找不及 看一老婆在晒太阳 小兮兮地递过去一支烟 老婆你好 请问六栋在哪 老婆看着手里的烟来了剧 不知道 你打火机借我用一下 快一点 咱们 想着 志继继继造